为什么说个人主义是美国社会文化的基本原则 它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个人主义被认为是美国社会文化的基本原则 在美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 多种历史和社会因素导致了个人主义在美国社会的突出地位 并体现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 以下概述了为什么个人主义是美国社会文化的基本原则及其主要体现 一、历史根源 殖民历史最早来到美洲的欧洲定居者寻求个人自由和自觉机会 他们往往是出于逃避本国宗教迫害或经济限制的愿望 独立宣言 独立宣言是美国的重要文件 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 它宣称人人生而平等 并拥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二、政治哲学、自由主义 美国政治哲学深受古典自由主义影响 高度重视个人权利和自由 像约翰·洛克这样的哲学家主张自然权利和有限政府 对美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宪法框架 美国宪法及其权利法案规定了个人权利和自由 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等 三、经济系统 资本主义 美国经济制度植根于资本主义 强调个人财产所有权 追求自身利益和市场竞争 创业 个人主义鼓励创业和创新 美国有着培育个人商业计划和初创企业的历史 四、社会结构 流动性 社会向上流动的理念是美国个人主义的核心 许多人相信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毅力 来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权利下放 美国社会的特点是一定程度的权利下放 个人和家庭往往拥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和决策权 五、文化价值观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的概念在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 它强调个人责任和独立性 个人成就 美国文化通常高度重视个人成就和成功 无论是在教育、职业还是其他追求方面 六、政治理想 有限政府 许多美国人支持限制政府干预个人和经济事务 认为个人应该有做出自己选择的自由 公民自由 美国人重视公民自由 例如言论自由和隐私权 这是个人主义的基础 七、文化表现形式、文学和媒体 美国文学和媒体经常颂扬坚强的个人 从哈克贝利费恩这样的人物到牛仔货企业家这样的标志性人物 艺术和音乐 美国艺术和音乐经常探索个人表达和个人主义的主题 美国社会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观 甚至体现在美国人认识自己身份和机会的方式上 他塑造了这个国家的历史 并继续影响着他的发展和认同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的个人主义并非没有挑战和争论 因为关于个人权利和集体责任之间的平衡的讨论正在进行中